警方一走進屋裡 一群人老老少少全都正在拉K 讓空氣中蒙上一片K煙 但是往裡頭一看 竟然還有一名三歲的小男童 跑來跑去 就在這K他命的毒氣室內 小男孩活蹦亂跳 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看看現場環境 空氣中灰蒙蒙一片都是K煙 毒品就大喇喇的擺在桌子上 離補父母更是當著小孩面前 就自顧自的開始吸毒 三歲的小男童也在場 這個小男童這時候 在一樓跟二樓這邊跑來跑去 這個對小孩子有很不好的影響 警方看到也傻眼 就因為K他命其實並不好聞 聞起來就像是燒塑膠的味道 不但會造成血尿 智力衰退 還對於發育中的孩童 腦部 腎 都會有嚴重的症狀 難道說他胎這個小孩子 他這個小孩子不希望給別人帶 因為在同一個密閉的空間裡面 他也應該有吸到這個K檯面毒品 警方現場還查獲 有四百多張的大陸銀鏈卡 原來他們不但吸毒 還當詐騙車手 領到了報酬 全都拿去買毒品 只是大人吸毒 竟然不顧小孩子的生命安全 讓警察也大罵 孩子何其無故 這是王一超在台中的採訪報導